Hello 欢迎收看山系旅行者 回到我们的台湾 宜蘭之旅 今集继续和大家行山 我们会和大家下一条相对比较容易的初级路线 尼尾石盘报道 全程只有2公里 这条路线也有宜蘭版小泰鲁角的称号 虽然是夏天 但这里也非常舒服 和大家感受宜蘭的大自然 HELLO 欢迎收看山系旅行者 我是TRAVIS 我们来到宜蘭的第三天 今天我们会继续留在朝溪 会和大家行山 今天会和大家行林美石盘古道 不是古道 我们身处的位置是朝溪火车站 由我们住的酒店山系旅行 都是走过来大概2分钟的路程 昨天我们去了抹茶山 有兴趣去看昨天的影片 昨天也走得挺辛苦的 所以脚痛 它是初级路线 但因为很热所以很辛苦 有兴趣去看昨天的影片 今天我们去到林美 坐的巴士和昨天是一样的 我们会坐到61号巴士 在火车站对出 乘搭这个超好行 绿色11号小巴 班次非常梳落 但位置非常有限 所以大家记得早点来排队 我们坐了20分钟的小巴 来到林美石盘古道的巴士站 其实这个也是 淡江大口的入口 我们会在这个位置下车 然后这个回旋处 我们就会沿着左边的路上山 现在很多人应该在走完 由巴士站走到 报道的入口大概400米 来到这个位置有些市集 我相信应该是星期六才会出现 可以买下凉茶山的那些 过了市集后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 朝溪林美石盘报道的入口 我们在这里进去 我们由巴士站走到林美石盘报道 就要先经过另一条步道 这条步道大概是400米左右 这条叫草南湖的步道 草南湖的步道就是围着草南湖走 现在我们走到这个位置 右边就有一个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就可以看到 草南湖的景色 大概十多分钟 来到这个 就是林美石盘报道的正式入口 这个位置是有洗手间的 这条步道就现在开始计算了 整条步道就大概是1.9公里 即是2公里左右 我们还要走一下拍照 我想可能过来两个钟后会走完 但里面其实也挺漂亮的 所以我相信 那应该是4个钟才走二次走 这个位置是个小小的凉亭 那里的人下来应该是出口 这就是木马 但是你看不到马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其实跟马没关系的 其实它是展示以前的人 是怎样运送木材的 它运送木材 就是地下会在这个位置 放了一些木头 钉起来的 像路轨的物体 然后就靠这两辆木的车 就运送这些木 这里可以示范一下 没力的 哎呀 太重了 所以我不适合这份工 完 走一走呢 真的一个不留神 真的要小心 因为你下面是超深的 所以大家尽量都不要走那么变 有一种越大越林的感觉 就是完全跟在香港行山 是完全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 你看到那些树呢 和那些水声和水气 跟香港行山是自然不同的 所以说 很值得来 对 每个地方都不要 这条路只可以六个人通过行山 我一个人已经够吵了 上到这条桥呢 看到下面是有一条石垫的 今天有些人下去玩 但是 大家玩垫的要小心 注意安全 下面的水呢 今天不算特别多 因为比较干涵 这条步道呢 开段基本上大部分时间 都会沿着 溪垫走的 你看到很多不少本地人都会在坚里玩水 这个位置呢 两边都是非常高的树林 这个位置很棒啊 好 我们过完这个坚 来到这个位置有条桥 我们过完桥之后呢 前面就是那个林美石盘步道的精彩位 就是前面那条桥 那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打岔位 这个位置其实是整个峡谷中间的 所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地质 我本来的一次 这条桥比较厉害 只有12人 刚才全部6人 虽然我们昨天走14公里 今天只走2公里 但今天天气相当严热 比昨天更辛苦 昨天可能有些风 在合局里面有些风 我们现在离开了一个设定范围 然后会沿着山路慢慢走 这里是一条循环线 所以不需要走回路 我们回头的路就相对没什么景色 像香港那些行山镜 清静一点的 慢慢走回去 这么快已经回到起点了 超快的 回程是完全零景点 只是行山 我觉得是挺轻松的 我记得刚才不是说有个风香林 现在不是红叶旗 看什么风香林 我还在周围不停看 警告你而已 我们一起看大堂风香林 我们终于走了1小时17分钟 快了 我们走回路 其实她1小时遇到了给我们拍照 我们今天的行程不是走这个步道这么简单 我们下周还有另一个步 我们现在就会坐车回市中心 我们回到朝溪火车站附近 和大家吃午餐 我们今天吃的是八寶冬饭 它是台湾必吃的八大食物之一 这间餐厅排名全台湾第21名 火车站附近有两间分店 1号店因为翻新过所以相对比较新 2号店相对比较有风味 所以我们就来到2号店 等位都等了一段时间 这间餐厅排名全台湾 想不到台湾的米辣椒也挺厉害的 吃完饭之后 我们去了另一个景点 喉童坑瀑布 位于白石脚村 不是白石角 是白石脚 但是来到之后 发现这个瀑布 原来很小了 和昨天的五风奇瀑布比 其实都可以不用来 纯粹和大家过来看一看 如果在香港玩开石垫 就更加不用理 不过也有很多本地人来玩碎 拍几张照片 就和大家回到市中心 晚餐时间和大家吃串销 这间叫做买醉 它是一间结合串销店 和酒吧的餐厅 整间餐厅都挺有格局 除了一般的串销之外 还有不少海鲜可以在这里选择 当然不少的是 宜蘭院的特产三星葱 下集更精彩 和大家来到宜蘭院必去的行程 贵山岛 好幸运地 南天白云下 我们终于看到牛奶海 还会选山和大家 登上401高地 记得留意下一集 我们今集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记得给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订阅旁边的钟仔 最新影片通知你 记得分享和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i can never be lonely if you put your hand in mine i can never be lonely if you walk with me this time i can never be lonely if you promise you won't leave i can never be lon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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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what